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啊,突如其然的 来了怨虎龙的降临关卡 超棒的 本来真的以为没有猫猫了 感谢官方用这种惊喜的形式呈现 而且啊,性能又超棒的 很值得练哦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这次用的编程 这次是用麒麟作为队长 麒麟在这一阵上修呢 变成有两只 就能够loop的技能 本身的队长技也有超高的血量加成 配上这次的关卡限制 很适合拿来当队长 而且这次的攻略时间不到三分钟 还可以让一位 所以赶快来介绍一下 队员呢,中间的三只角色都是火力角 那因为魔物角色的加成 至少要放到两只猎人 血才会够 中间放了刚后的黑币角色做点灯 实际的攻略流程就边打边介绍 这次关卡留意的地方不多 开机的顺序也很简单 开场呢,我们先把左边的麒麟二技开掉 开右边的麒麟 转一下全版面的光珠 再开一下点灯镜 这里直接消除 攻击剑的部分呢,不用理会 不过第一只角色 它不是龙type的 所以没有把攻击剑压过去 或是全版面转成光珠的话 火力会不大够 第二只角色呢 这边会全版面的暗 之后的流程呢,都是开麒麟 然后直接消除 攻击剑一样不用理会 而且敌人的每次攻击呢 我们这边都有自回 来弥补一下 那如果你想用麒麟当队长的话 包括了黑白回合的自回 血至少要到三百万以上 第三关的敌人 会有伤害吸收 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 企鹅的武器 之所以会选企鹅的武器 是因为它有三回的延续效果 在第五关的时候呢 敌人还有一个无效盾 刚好可以靠他的技能 来处理 这一次会选用麒麟当队长 当然除了他的技能和队长技很方便之外 加3C 这一个真的很方便 所以在这一关呢 就算不靠枝斗珠 靠他本身的队长 和技能 就可以突破11C了 第五关刚有说到 这边会有无效盾 但不用理会 一样开启灵消除 最后一关的Boss呢 会有技能无效 所以如果你大部分的火力 都是来自副属性 而且是转属性的话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敌人到超根性之后呢 会有一次很重的攻击 还有全版面的转色 那下面的猪如果你不想转到的话呢 可以跟我一样 从第三排滑过去 这样时间还可以省一下 这样怨虎龙的降临 就能够顺利通关 打很快吧 怨虎龙不论是他的本体 还是装备都很好用 我自己打算啊 至少练个 1到2只吧 本体 装备的话也可能进化使用一下 这一个队伍也很好用 推荐给大家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 在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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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赏方向